白象新出的波波鸡真的好吃吗 买回来了 白象 乐伤风味波波鸡 三分钟免煮塑像 这两盒我是前几天群里搞活动的时候上车的 一共花了18块 平均一盒9块钱 我买的这两盒都是红油麻酱味的 100克蔬菜包加60克营养面 意思这个波波鸡里面是没有鸡的 只有蔬菜包 使用方法好像就是先泡面 然后最后再把所有的料放进去拌匀就可以了 进行量一共190克 打开里面的东西也很简单 蔬菜包 酱料 还有一个面 以及一个组装的筷子 OK 这就是最终成品了 恕我直言 这不就是一个蔬菜包拌面吗 跟波波鸡有什么关系 来 粉丝先吃 面条的口感有点偏硬 非常像家里面那种挂面 味道的话也不用多说 红油麻酱味 还是挺浓郁的 甚至有点浓郁过头 偏咸 这蔬菜吃起来都水水的 不是很脆 做总结 今天这个白香新品 说实话有点失望 调味是波波鸡的调味 但是和那种正宗的波波鸡相比 味道差远了 面条的口感不太好 蔬菜的口感也不太好 如果你有9块钱的话 我推荐你去买那个白香的汤好喝 应该可以买个四五包 买一盒这个 实在是太亏了 两颗心 对 对